大部分的海豚擱淺都是 離死亡沒有太遠 十隻有一隻可以活下來 其實是算不錯的 今年協會也有接獲到 就是民眾的通報 他們旅行團 有去某間海產店 然後吃到幾個肉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來得及 幫助到海中東 2022年9月 金豚保育協會貼出這篇文 引發大批網友震驚 台灣真的有人還在吃金豚嗎 根據線索 華視採訪團隊 深入中南部沿海地區 進行追查 這間賣鴕鳥的小攤 平時菜單上寫的餡料 是包鴕鳥肉 但熟客都知道 講出鮑薑的通關蜜語 就能吃到禁忌的味道 我現在手上拿的就是剛剛所買的 台西沿海一帶公開的秘密 海豚肉的蚵蚵 那裡面包的是什麼 內行人都知道 你要買海豚肉的話 就是要跟店家講說 你要買的是包漿的 那裡面到底裝什麼 我們來看 把它扒開之後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肉 呈現的肉質 是偏紅 而且是暗紅色 然後這個味道 其實聞起來還蠻新的 所以可想而知 店家要用蔥薑蒜來把它吃好 比較味道沒有那麼明顯 我在上半年有在大學去上課 大學生大概就是二十多歲 我那時候在上課的時候 就有學生舉手說他吃過 台灣充滿驚奇的小島 全球近九十種鯨豚中 在這就能觀測到三十三種鯨豚 過去陶海人因食物來源不足 而有吃海豚肉的需求 時至今日尚未斷絕 也讓美麗蒙上一層陰影 現在起步海豚肉 估計被宰殺了海豚不下一百隻 海豚肉是違禁品 但在雲林廟會的板頭上出現 一九九零年 國內將所有鯨魚及海豚類 都列為寶玉類動物後 買賣鯨豚肉產製品者 最高付出五年有期徒刑 一百五十萬元罰鯨 開啟了台灣鯨豚寶玉飛葉 但仍無法完全杜絕海豚被獵捕 滿滿的都是海豚肉 兩千公斤至少是殺了十隻海豚的分量 警方與稽查人員在特定縣市展開追查 鎖定餐廳 海產店與小攤販 打開倉庫裡面藏了滿滿的海豚肉 這一家小吃店販賣炸額爹 但其實裡面包的通通都是海豚肉 即使如此到了二零二二年 人就找得到海豚肉交易的蹤跡 新年協會也有接獲到民眾的通報 他們旅行團有去某間海產店 然後吃到雞豚肉 一直有黑市 事實上這樣的肉吃多了 不但沒辦法補一下 科學研究因為海豚肉和重金屬 吃多了還會傷身 人在上演的海豚悲劇 究竟何時能終止 華視新聞新聞 我是文一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還要按下訂閱還要開啟小鈴鐺喔